本土疫情疯狂延烧烧到外岛澎湖17日再增一例 这起确诊案例是一名30多岁男性为民宿员工 因身体不适出现呼吸道症状 再加自行快筛阳性PCR裁检阳性确诊CT值14.5 送往负押病房 这起案例匡列42位接触者 其中22位是澎湖本地人 分别安置在检疫所或在家隔离 其他的20位则是已回到台湾 那其中有20位是已经回到台湾 那我们也通知当地的县市政府将它进行匡列 第二例与第一例没有明显关联 反而是台北市政副市长柯文哲 黄珊珊 接见过的旅游协会16号传出多人确诊 而这个团体中许多人都曾到澎湖旅游 和第二例有无关系还在异调 那目前我们在确认 就是说他们这一团澎湖团 跟我们第二例是不是有明确的关系 另外澎湖立委杨耀上午在脸书贴文表示 澎湖出现第三例确诊个案 详细资料下午才会公布 疫情烧经澎湖感染源不明 担心花火节大量游客涌入 确诊案例若再增加 意愿恐怕无法附和 记者严玉龙 王毅德 澎湖报道